总统蔡英文一一向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秋山田光一一行人握手之意 这是时隔19年再度有自民党高层来台 秋山田光一期盼台日关系更上层楼 日本隐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腹秋山田光一11号将参加台日关系永续论坛 这次来台正体现的日本隐固前首相安倍晋三说的 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双方有必要进行高层级交流 相信在秋山田会长的支持之下 安倍前首相的台日友好信念一定能够延续下去 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台日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 日本政府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场域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台海的安全议题 对此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 台湾将持续积极争取加入CPTPP以及相关区域经贸合作的机制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国会以及各界能够持续给予支持 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日双方将持续在安全等各领域深化合作关系 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稳定 新唐人 雅帝电视 文贯宁 周婷宇 台湾 台北报导